大家好歡迎收看本週亞護豪邦邦 我是主持人牛奶王一萱 在中華職棒的洋將大線9月19號結束之後 各隊其實自己的洋將名單也都全部底定啦 那今天我們就要來談談今年中華之邦五支球隊各隊的洋將名單 有沒有誰能夠成為下半季的關鍵因子 在這邊我們先請到名球評 曹俊陽 曹大帥 牛奶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你看到那個五隊的洋將名單之後 你內心有沒有什麼想法 特別是你播中信兄弟的比賽嘛 然後中信兄弟又洋將整理有點大風吹 你覺得這個名單上面怎麼樣 不錯啊 我覺得你目前得飽啦 泰勒還有還未開箱的奧特羅 包括弗萊錫 那當然可能大家會覺得為什麼要登陸弗萊錫嘛 就是洋將大線 那我覺得你看這一陣子衛助總監的用法 其實他就是打得好 那對我們中信兄弟的先發投手 不管是洋將或者是本土有很大的幫助 如果他沒有幫助的話 衛助總監會讓他連續25場嗎 我想問弗萊錫的一個問題就是說 25場連續先發 當然我自己的覺得是說 因為小聯盟或者是大聯盟賽季比較長 你們看到那些洋將 名捕手也都是這樣持續蹲 可是中華中比較少見這樣的狀況 這樣對捕手的體能來說 真的是一個很大的負荷嗎 25場就將近一個多月了 大概一個多月裡面 我相信一個洋將 教練團要給他這麼多的工作量 我相信洋將一定會接受 那特別是 當然這是我個人認為 前一陣子把他放在二軍 那也就是讓弗萊錫沒有太多的空間 那洋將你讓他有很好的空間表現的時候 他當然吸收了 所以又剛剛也有提到 整個投手群讓他的 其他的帶領之下 其實得到很不錯的這個回應 那應該我相信 教練團應該也有評估到這一點 那另外一點就是 他跟本土的投手也有很良好的溝通 那中華兄弟剛才在洋頭上面 有去做一些開箱 開箱的不錯的是泰勒 打算怎麼看泰勒的投手 泰勒我覺得你 以他最近的兩勝的這個內容表現 我認為非常的好 而且又符合現在中興兄弟的預期 那另外我們也從媒體上也看到 其實洋將他也想投一休息 那又符合總教練 跟投手教練這樣的一個做法 而且在過去的兩堂比賽裡面 其實壓制能力還算不錯 那當然我覺得在洋將 剛來到台灣不久 其實還有滿長的一段時間去適應 那如果你讓洋將適應得好的話 可能會讓球隊有更好的戰力增加 因為過去其實中華大帥還在當選手的時候 各隊其實滿流行在洋將大線前 就是直接不開箱 就是等到過了之後再開一個新的 那當然像中興兄弟的奧特羅就是嘛 因為麥利德開箱的很差 你如果奧特羅也很差 反正最差就是這樣 那其實過往的歷史當中呢 有像是統一的邦聖啦 Ranew像是戰瑞龍 霸龍那成功當然就是 最著名就是費骨洛 那當然 大帥對於這些洋將有沒有什麼 比較印象深刻 就一開箱真的是 他真的超強的 我對費骨洛還滿有印象的 費骨洛當時其實來 就能夠投一休士 然後他的投球量 或所謂的投球量在比賽中 吃的拘束非常的多 然後我剛才有提到 其實洋將來台灣要有適應能力 費骨洛跟整個球隊的相處非常的好 那我還要再提另外一個就是海克曼 其實海克曼跟球隊也都相處得滿融洽的 那因為剛剛我們講到開箱都是成功的例子 因為之前我們有稍微ray一下 有那個 Ranew的戰瑞龍我一講名字都沒有人記得 除了戰瑞龍可能大家聽都沒聽過之外 藝大那個時候其實也有很多克制備的洋將 包括後來取代希克的尼克 講話題大出來 尼克這個投手 到底有什麼厲害之處 可以最後把希克給取代掉 當時我在二軍 那一軍的教練團會取代希克 我相信會不會 當然我沒有參與教練團的 這個所謂的選洋將最後的決定 那因為希克他確實有不錯的壓制能力 但是大家都知道希克 只要你讓他到一壘 相當於跑者到二壘 他不太會丟一壘 牽制能力算是不是那麼的好 所以即便他是左頭 其實各個跑者看起來也是很容易判斷 他要分壘或者一壘 大家會想說那用尼克來取代希克 我個人認為其實尼克那時候開箱 三勝三敗 尼克當時的速度沒有非常的快 那至少他能夠控制場面 我相信控制場面是每一個教練想要洋將都能夠控制場面的 所以我不認為當時的尼克是一個算是比較差的 比較不好的這個案例 所以等於教練團那時候的考量是 你要選擇一個可能讓人家打不好的希克 還是要去選一個 因為比賽一定會有人上 至少能夠看管跑者的尼克 等於在這兩方面去做一個抉擇就對了 那回到今天中華直方向是統一絲 其實克維絲一先發的時候 有點讓大家驚豔 特別是他的那顆變速球 那大帥你怎麼看克維絲這個投手 確實克維絲其實他第一場投起來跌跌撞撞的 但是你從他的所有的數據跟他的投球的狀況 剛剛牛奶你也提到他的變速球非常的好 而且他變速球還可以取得好球數 然後在好球數領先的情況下 甚至都有很好的引誘性 所以當然直球你看他 他150到底現在是快不快 我也很難說150的直球速度 到底是快還是慢 但至少能夠在150的速度裡面 再加上有很不錯的變化球種 甚至是變速球 以他目前來講 我最看好他的是變速球 跟他的吃局數的能力 那因為統一其實他的洋將陣容當中 有放一個洋炮就是羅薩2.0 那我之前去桃園的時候看到羅薩在練打 樂天所有教練團都在看這個洋炮 就是想要觀察一下他的打擊習性 你怎麼看統一的洋將安排 因為其實他們有一個柯瑞放在二軍嘛 他們到最後還是會用三洋頭 還是說其實還是會採用二頭一打的陣容 我相信蠻多人的想法跟我一樣 到最後柯瑞還是會上來 投手還是比較重要 對 因為在季後賽 準備季後賽的這段時間 其實投手扮演的蠻重要的一個角色 那又以現在羅薩的表現 還是普通普通的情況下 那我個人觀察他的變化球 還適應的不是那麼的好 那當然可能你讓羅薩再多一點時間來適應的話 或許會更好 但是球團有沒有足夠的時間 因為已經下半季了 下半季了 而且現在全年度算是只落後一場 在衛權桶這邊 所以 這當然就是我個人認為 到最後還是可能柯瑞會上來 像樂天桃園當然今年他的戰機讀 他的洋將陣容一直蠻穩定的 最近其實開箱的必贏多 聽起來就是一定要贏啊 那當然第一場他就投出了一個 蠻不錯的先發內容 也可以讓像是狂威或是霸凌爵 去做一些調整 你覺得必贏多有可能會取代任何一個人嗎 還是說要看其實剩下的三個洋頭 如果真的出了什麼狀況才有機會取代 我想可能要出狀況才有可能取代 那如果以現在狂威跟霸凌爵以及豪靖 其實都是還算滿穩定的 那穩定的情況下 一般認為其實在打一個長賽季 那洋將已經來到這段時間了 其實教練團還是願意 剛剛有提到願意給他一些時間 在這些投球的當下再去觀察他的狀況 那假設以狂威跟霸凌爵投了一整劑下來 我相信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 除了熱天導演專輪 當然魏全龍今年的洋將陣容也蠻穩定的 不過因為他們等於前面一直讓了一個洋將 其實一直少了一隻棒子 最近找了古德溫來 表現好像沒有像是大家所期待的那種洋炮的感覺 因為魏全龍今年有一個洋將的這個所謂優惠 所以必須還能有一個洋炮 那這樣的話其實以魏全龍整個現在的隊形來看 其實在這後面關鍵的比賽裡面 也是考驗著教練團 會不會持續讓古德溫去防守外野 那我要來一個挖洞題 這個洞有多大 我覺得蠻大的 因為魏全其實三洋頭都很穩定一整年 那他們其實也度過了蠻長時間沒有洋炮的時間 但最近魏全當然戰績不是很理想 那如果古德溫發揮的不好 會不會直接就不用這個洋炮 找一個狀況好的本土球員來頂上這個位置 我認為會啦 因為其實王偉忠林紫玉跟郭玉政 其實到現在都表現得還蠻穩定的 那教練團他評估的是這個洋炮對球隊的隊形 有沒有戰力增加 那如果你這段時間一直下來 看起來如果沒有那麼好的效果的話 教練團他一定會評估 那你看魏全龍隊這一陣子下來 其實打擊不是發揮的那麼理想的情況下 那你沒有那麼理想的情況 你可能會用口手來補這個洞 那當然這個我們只是從旁猜測 還是得看教練團他們有什麼樣的一個想法跟做法 最後我們來聊聊富邦漢這樣好了 因為富邦漢這樣真的要打進肌肉袋 只能靠奪下下半季冠軍啦 他們今年其實在洋將的部分感覺也是一波三折 那你可以看范米特其實從今年祭出一直到現在 他吃局術的能力都是非常好 但是有一些比賽當中他就是投不贏 那如果說范米特再加上富蘭哥 那現在來的安德勝 那當然大家知道安德勝在第一場 好像投的內容不差 可能有一些隊友的失誤的因素 所以教練團會不會持續讓安德勝 持續上場來表現 我認為會 那因為今年本土的江紹慶以及郭俊瑩 好像滲頭沒有那麼多的情況下 整個隊型可能就會多少會有影響到 所以滲場數不多的情況下 又加上洋將表現的不是那麼理想 所以整個戰績就會拖垮了 最後我們來點名一下好了 就是新加入的洋將 包括中心兄弟的奧特羅、泰勒 統一的羅薩、克維斯、衛權的古德溫、霸曼 那富邦的話有富蘭哥、卡洛斯、安德勝 跟樂天、碧莹多 你覺得這些人誰會成為下半季 那支球隊的最關鍵的因子 哇還蠻多人還沒開箱 霸曼、卡洛斯 真的是一開就一翻兩瞪眼 泰勒算不算 泰勒算好你要直接先賭一個 已經先拿下滲頭的童手是不是 當然 剛剛也提到泰勒他已經拿下兩勝了 而且又蠻符合教練團的這樣的一個角色 那其他 我那天是有看了霸曼他的過去的資歷 但是這中間好像是兩年 有一點消失了 對 那一般認為 霸曼我是比較看好霸曼有沒有這樣的一個機會 如果他跟他過往的直力差不多的話 對 如果你表現不要差太多 那其他卡洛斯啊 然後奧特羅 當然沒有太多的印象 那這個可能到時候 就考驗教練團 對 到底要用誰 對 那如果以剛剛這幾名 當然泰勒現在已經有拿下兩勝了 我當然就賭住他了吧 對不對 那看看衛選總的霸曼會不會開箱後 會不會直接對球隊有一些好的影響 那我既然大帥已經賭了一個霸曼跟泰勒 那我就來賭一個羅薩好了 因為那個樂天的教練 全部圍一排啊 在那邊看他 然後連翻譯都用西班牙文來舒服他 跟他說 你這個力量真的很強 然後你知道羅薩回答什麼 沒什麼 沒什麼 這個還好小意思而已 所以我相信他這個自信的態度 所以我相信羅薩可以成為 統一在下班季最後衝刺的關鍵因子啊 那不知道各位其實對於這些洋將 有沒有什麼你心目中覺得 所以成為扭轉戰局的關鍵因子呢 或者是說你有什麼印象 開的福袋還不錯的洋將 可以留言告訴我們喔 以上就是這一集的亞烏好冒棒 我們也謝謝大家出來跟我們分享 謝謝 我們下週見囉 掰掰